另外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竞选团队 以及立委候选人陈欧珀 昨天趁着廉价到宜兰市的南北馆市场来扫街败票 同时呼吁选民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要可以支持蔡英文跟陈欧珀 点亮台湾丽兵国会过伴 点亮台湾购乎宜兰 蔡英文 洞帅 蔡英文 洞帅 单拉票 洞帅 单拉票 洞帅 蔡英文 蔡英文 雖然天空下着毛毛细雨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竞选团队 以及立委候选人陈欧珀 在竞选总部主委 党公职人员以及支持者的陪同之下 在选前最后十多天 把握最后的时间 趁着假日前往宜兰市南北馆市场 来进行扫街败票 向选民肯托 呼吁乡亲在这关键时刻 将蔡英文送进总统府 陈欧珀立委连任 与宜兰县县长林冲贤 形成铁三角 来点亮台湾 力拼国会过半 也促进宜兰的繁荣发展 党座来这里 把我们所有的乡亲 每一项手 跟他们拜托 每一天希望说到10月16日 每一个我们宜兰乡亲都要回家的投票 尤其是这种的选举是关键的刺激 每一次的关键刺激 宜兰人人绝对没发誓 希望说集中选票 让蔡英文可以用最大的选票 要有一个最大的名义 未来在国际的担盘 有一个很好的厚顿 在国会改革 我们宜兰一定优先 要让最优秀的立委 尽致国会最严厉 来为宜兰建设 为了我们未来国会改革 做蔡英文的厚顿 从来在台风 来扮演这种推动台风建设 形成第三九 新年头九年末 我们人的过年也要搞了 今天特别在我们工市长 跟我们宜兰市的代表 立政北董之下 来关心南館和北館 我们整个市长 南北海要买的情形 以及整个营兰的状况 市长要希望我们可以过好年 所以传播这方面的特别东西 我们也来了解未来我们宜兰市 推动宽布清洁工作 可以配合整个连结 能够让宜兰市泛染一新 迎接新年 让台湾更好 蔡英文以及承诺破联合 竞选团队的扫街败票 也获得摊商 以及消费民众的热情回应 亦南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道